大家好,欢迎来到搞笑的大挑战 今天,小哥和他的朋友们又迎来了新挑战 在一个密室中,有一百扇门,只有一扇能让他们成功逃脱 他们是否能找到那扇门并且成功逃出去呢? 但在,小哥和朋友两个人已经被弄得非常狼狈了 让我们看看,接下来小哥开启的几扇门中 有哪一扇是能真正逃脱的呢? 为了安全起见,小哥的朋友选择戴上了安全帽 他们打开了橘色的门,从外面喷进了非常多彩带 看来这扇门不能让他们逃脱 彩带粘在小哥的头上,弄得两个人全是都黏糊糊的 不要灰心,接下来看看下一扇门 小哥打开绿色的门,从外面冲进来一个坏人 现在两个人浑身都是面粉 接着小哥打开了粉色的门 外面有人扔进来非常多的羽毛 吓得小伙伴赶紧把门关上 有了之前的经验 现在两个人开门之前都会非常小心了 伙伴打开了蓝色门 结果迎面而来的是一堆彩色油漆 看看小伙伴已经被弄得满身狼狈了 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呢 小哥从地上拿起了一个水气球 帮助小伙伴把脸上的油漆先冲干净 这次他们决定从最高的门开始探索 小哥打开门之后,从外面撒进来了非常多的闪粉 小伙伴非常高兴 幸亏刚刚开门的不是自己 现在,小伙伴打开了一扇橘色的门 从外面冲进来了一个暴力男 小伙伴被胖揍一顿 他非常不爽 现在轮到小哥去开门了 打开门之后 外面有一个人在疯狂的往里扔着球 小哥用尽全身力气 把坏人推了出去 两个人已经筋疲力尽了 现在他们要换一扇门试试 两个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先开启最上面的粉色门 小伙伴捏着鼻子打开了门 结果,小伙伴得到了一个游泳镜 这个游泳镜可以帮助他在之后的挑战中能保护眼睛 接下来,该轮到小哥开门了 他打开蓝色的门 从外面喷进来非常多的水 看样子,两个人浑身已经湿透了 不过,清水总比油漆要好得多 小伙伴打开了紫色的门 这次他们获得了一个护盾 接着轮到小哥了 他打开一扇蓝色的小门 本来以为会无事发生 结果突然有非常多的小鞭炮被扔了进来 而赶紧又脚把门给关住了 而伙伴拍了小哥屁股一下 小哥说这个声音可比刚才的摔炮要响得多 现在该轮到小伙伴开门了 这时候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 这时候小哥突然打了小伙伴一巴掌 这一扇门的关卡算是闯过去了 接着打开了一扇绿色的门 从外面扔进来了非常多恶心的物质 现在小伙伴又去开了一扇蓝色小门 这时候从外面扔进来非常多鸡饲料 小哥生气的喊道 我们不是鸡或者鸭子 不需要饲料 现在小伙伴身上全部都是鸡饲料 他为了保护自己 在脸上盖上毛巾并且戴上了头盔 看来戴头盔还是有点用处的 这一顿暴打谁受得了呀 小哥挣扎着想要爬出去 却被拖了回来 正面不了又是一顿揍了 在这之后小哥就学聪明了 每次开门之前他手里都会拿着武器 结果这次被扔进来的是泡水的面包 小哥关上了门 两个人感到非常绝望 经历了这么多浑身都脏兮兮的 还是没有找到成功的出口 现在小哥小心地打开了橘色门 这时候有一个木棍挑着钥匙伸了进来 两个人终于拿到了钥匙 可以说两个人的辛苦没有白费 他们终于能逃出去了 下一次他们会进行怎样的挑战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